第75 往下 往下的話是36 然後往這個方向的話是48 48 然後再把它折回來 OK 接下來的話畫一個圓 圓的部分的話 他給我們直徑 半徑是18 然後這地方的話 接下來用 近射 近射然後選物件 選物件之後按空白鍵 那追蹤點就從這個監驗的地方往前 然後呢追蹤多少呢追蹤9 9Enter 直接拉垂直就好了 只要是垂直方向再按一個空白鍵 按按直接點一下往垂直方向點一下就可以 然後再按空白鍵是否刪除不要 OK那一樣再近射一下 再把這個選取起來 空白鍵 然後呢近射第一點就從這個地方 往上 追蹤12 Enter Enter然後呢再拉水平 水平方向 然後點一下 然後空白鍵 好 接下來的話呢這個裡面的正方形 比較不好解決 也就是說我今天要畫一個正 矩形的話 那我要怎麼樣剛好 這個在裡面 而且第1個是 在這個 這個點 上方 第1個第2個的話呢就是說他一定是 角度的話因為正方一定是幾度呢 一定是45度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什麼呢 用建構線 有沒有然後呢做一個什麼呢 A 角度的話就是多少 45 45 Enter對不對 那他通過哪裡特別注意啊 其實他通過的點就是呢 這一點 跟這一點之間就對了 這一點跟這一點之間 所以呢我要知道說 這個點 跟這個點之間的那個點在哪裡呢 其實就按Ctrl加右鍵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就有個 功能叫做兩個點 兩個點之間的終點 所以如果我知道那一點跟上面那一點跟對面那一點的 終點在哪裡的話 那你就直接點這個 然後直接選這個 跟這個 他就知道說這兩個點之間的點在哪裡呢 在這裡 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時候建構線就幫我畫一條輔助線出來了 那我們直接利用這個輔助線 的 這地方 畫一個什麼 這個地方 記得要追他的焦點 然後呢再來跑到這個地方的焦點 那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就是一個正方形 一定是45度 因為建構線是45度嘛 對不對 而且也會經過 OK那把這個建構線刪除 這一題我們就完成了 OK啦 畫面還給各位 大家試試看